香港民主党昨天举行了参与占领中环的适时仪式 他们表示一旦中共推出假普选方案 他们就会参与占领中环运动和平抗议 争取真普选 大约40名民主党成员 中午在中环华后像广场举行占中适时仪式 期间一度被一批占中后援会成员包围抗议 主席刘慧清誓言如果北京政府背弃普选承诺 该党必定第五反顾战中争取真普选 要再警告中共不要在这发动这么多东西 来捣乱我们的活动 还有要尊重香港人的意愿 如果这次是骗香港人的 民主党和其他市民一定一定会和平 非暴力去抗争 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提醒战中行动 会受到中共的渗透和攻击 我们不仅仅面对一个专横的共产政权 我还看得到还有很多恶毒的手法 来供供你们 类似外港力这类 我们的决心是不会被动摇的 用牺牲我们的自由 来到达到我们今次争取取选选的目标 战事仪式结束后 多名民主党成员一度被包围 期间需要警员跟国双方 新唐人记者刘颂怡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